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继续跟着老王在山东烟台龙口市咱们看房子 今天我又找了一个西部的小区 其实西部真的很舒服 除了人少一点 别的都比较不错 这个小区是松涛海景小区 也是老王最喜欢的小区之一 这个小区的绿化特别的好 楼也不多 而且楼是那种托斯卡纳的风格 我很喜欢 再一个就是这个小区 它站在阳台上 高层的阳台是可以看到海的 还有一片黑棕林 它是能看海但不近海的一个小区 我特别的喜欢 那我现在给大家拍一下咱们院子里的绿化 很漂亮 前面就是小区的大麻 这个小区整个是被绿化包围的 往前看 这个楼的这个位置是一片黑棕林 一直环绕着整个小区 这是小区的内部 这个位置也是看到秘密的树了吧 然后这个小区的外墙建筑 就是属于那种石头半石头的 那种托斯卡纳风格 比较浓郁一点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小区 那跟着老王去上楼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小区的房子户型好不好 老王现在已经上到了这个电梯二楼的户型 一入户很挤 这就是两块六十的钻 然后呢放了一个鞋棍 一个电箱 那咱们左转身 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卫生间 鞋对着的是一间小卧室 咱们先从左边看起啊 这个卫生间呢 很遗憾 是一个暗卫啊 咱来看看空间大不大 现在看到的这块空间呢 还可以 一个洗手台 然后一个马桶 还算宽敞 这里头还有一个门 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啊 它这是一个专门做了一个洗澡间啊 洗澡间的位置还可以 还不算小 这个洗澡间 反正洗澡是够了 拉上门以后呢 一个是隐私比较好 再一个就是冬天的话会比较暖和一点 和这个卫生间相邻的是我们的一间小卧室 咱们来看这间小卧室啊 小卧室的空间也不小 其实不算是小卧室了 挺宽敞的 带了空调 衣柜 床 床头过的都是有的啊 位置还是蛮宽敞的 这里边还有一间小房子 这间是什么 让我来看一下 应该是个放空调的位置 对 它是一个小的隔间 这个就是 可以登个储物间吧 也就是个 六十宽啊 长度的话 有个 两米多点吧 就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也可以养点花 放点什么杂物 杂七杂八的 还不错 有这么一个小房间 看完了小卧室呢 咱们继续回到入户门的位置啊 在入户门的右手边呢 就是客厅 然后另外一间卧室 还有一个厨房 我们按照顺序看啊 先看我右手边最近的这间厨房 这是厨房 看看位置怎么样啊 它这间房子呀 有好多的小套间 这个厨房呢 是做了一个L型的橱柜 做完橱柜以后呢 地面瓷砖 应该剩下个一米五的样子啊 也还算宽敞 这个抽烟机 煤气灶都是有的 水槽 还有一个壁挂炉 壁挂炉也是装好的 说明这个房间地暖是不好的啊 它这个房间里就是有这种套间特别多 可能托斯卡纳丰的这种房子 因为外面都有一个长廊似的啊 它就总会有这种小间 一间一间的 刚才那个卧室也有 这也有一个储藏间 嗯 就现在放了一个冰箱 其实可以放大一点的冰箱啊 放个小方桌子 在里面吃饭也行 当个储物间也不错 这边墙上可以多做一些柜子什么的 用来收纳 然后把冰箱包在里面 就更合适一点 装修的很简单啊 这间房子 从厨房出来呢 就是一个客厅 客厅的位置呢 也不算很大啊 一个小客厅 那么客厅也是有一个空调 这个房间里的电器还是蛮齐全的 放了一组三人的沙发 一个擦脊 我感觉就已经满了 窗户呢 是一个落地窗 但是窗户有点小 也不是很大啊 我站在这个位置给大家拍一下 是不是感觉还算可以 还算宽敞啊 如果是两个人居住的话 那也蛮不错的 那与厨房相对着的呢 就是另外的一间小卧室 刚好门是开在咱们电视背景墙这边的 看看这间小卧室 这间小卧室的阳光非常好 为什么呢 这个优点很明显 两扇大窗户啊 就是非常的亮堂 这间房 一进来就感受到了 放了一张一米五的床 然后放了一个柜子 没有放衣柜 其实这个房间放衣柜是没有问题的 那之前的房租可能没坐这个衣柜啊 整间房呢 方方正正 非常的明亮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今天这套房呢 是位于我们东海西部的松涛海景小区 一个电梯二楼 走步梯也是非常方便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还有整个房间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一间卧室啊 是非常明亮的两个窗户啊 很明亮 房间呢 大概是70多个平方 做了一个小两居 那么客厅的位置呢 也还可以 在这个位置啊 还可以再做一个小餐厅啊 那房间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啊 是一个暗位 然后它的这个户型呢 不像是H型那种 比较通透 然后进来以后 比较明了的那种户型啊 户型稍稍的有一点拐 再就是呢 每一个房间啊 它总是带一个 这种小隔尖似的啊 那么原房主装修的时候 也没有把它打出来 那今天给大家拍摄的这套房呢 优点和缺点 基本上是一个对半 缺点能弥补的呢 就是价位 今天这套房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老王的视频 记得给老王点赞 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